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一桩就是1945年 1945年我回到卡洛江 坐三个木权 回到乌吉沙 回到乌吉沙的码头打作命车 天天 情报说 天天三点钟 有日本人开橡圍艇 烏烏的衣服 码头上 潮沙衣服 那些是日本人 游游水之内 我们有四十多人 我们小鬼一十多人 就向他媽媽頭撲他,撲他三點多鐘, 他就兩人穿著霉精,開過來他媽媽頭, 原來那時候都沒有槍,全部空空擦了, 一來包著他的身體, 一排到媽媽頭,我們開槍大的, 六個日本人就被我們打死了, 撿了他的作品,撿了他的槍, 我們只拿著槍, 我們中隊都是那些大人, 我們只撿了他的船上的兩條槍, 我們搓船上過三六學, 誰知道被馬鞍山擴場, 他就發現, 發現機槍的炮就沒有了, 開他的炮,打我們,打了十幾發, 結果被他打中了一發, 即是我們的船, 我的腳受傷了, 即是他的腳裏, 破片,射受傷, 屎婦這裡突然不見四兩肉, 他就撿了他, 我知道 既然會沒有 тем是原 scandal, 換他變成苦衷代表漏, 直接美國贏zz到 Rome。 多非常解除,